1,2,3,4,5,6,7 林哥,你今天說什麼戲? 就是這個 魔獸爭霸之戰狼崛起 就是Ted那個戰狼 我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好,歡迎來到第二集的電影集那邊 今集就會說這個魔獸爭霸 當電影法樓箱出了trailer的時候 其實很多全世界英文都是歡呼叫好的 但誰知道這部電影一上的時候 爛番茄指數只有27分 我不是遊戲迷 但我第一時間不久衝過去看 因為我是面組粉絲 我今天要為這部電影評分 第一個論點就是 不見了實在太帥 如果你看它也不見了 在這部電影裡 第二 我覺得首先這部電影不是魔界 大家千萬不要用魔界的心態來看 首先是因為魔術師 是魔法師 麥定文雅 帥仔的金道夫 魔界雖然涉及很多人物 世界觀好運 但其實終歸一句都是童話故事 即是說一班人如何去徐西京 但如果說回魔術 我覺得重點不是善惡對戰 是兩個民族 就著自己的利益生存的空間 是如何去跟對方拼死一戰 我覺得內容上複雜很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再想多一點去看這部電影 就好像要找究竟不做在哪裏 Duncan Jones怎樣用他的電影手法 他講到剛才關於兩大種族之間的鬥爭 其實這部電影本身 你會看到獸人和人類都是講英文的 但裡面有一個位置拍得很好 就是當獸人的其中一個遊長 去見暴風城的皇帝的時候 他裡面就用了一個視點的轉換 去交代他們兩個種族是講不同的語言 其實這部電影裡面就存在一個中介 是誰呢 就是那個比較像人類的女獸人 即使他好像進入了人類的社會 就著這個劇情 但我們總覺得他有一些陰謀在裡面 而這部電影也是針對一點 留下了伏線 而我也覺得是蠻精彩的 第四個 起碼魔獸讓你看到魔法師是怎樣 但是 根道夫 我小時候有數過 有一個Excel 計算他三集 究竟有出過什麼魔法 我不明白為什麼魔法師 要用劍去打怪獸 然後他最多出了什麼呢 就是可以用魔杖發光 大佬 你以為你是電燈彈嗎 也是的 因為他阻礙著佛羅多和Sam的戀情 我覺得這部電影是值得入場的 如果大家為了看不現做 就直接停進去 而且這部電影如果改變成遊戲 我一定是很火 我覺得一定是意志扮 所以我要給這部電影 大概是69.85.7分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 拜拜